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主持人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生态 还有我们的交通 这些我们后疫情时代的民生问题 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的张芳丽张艺作 小军好 省姿佩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张艺作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王省之王艺作 主持人好 然后张潜议长好 然后林副议长好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省姿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副议长林佩祥 主持人好 张潜议长好 省姿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的是 我们的台电协和电厂 要进行更新改建 预计在机房外木山要填海造路 建天然气接收站 环团有意见是因为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会造成破坏 我们的市议员维仲 还有我们的省之 就前往环保署来进行抗议 一块来看 我们是一群来自基隆市 而且特别关心 协和火力发电厂填海造路案 对自然生态以及居民生活品质 带来影响的一群专业团体 我自己本身是基隆市的市议员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到 环保署的出审会议旁听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目前协和火力发电厂 即将从燃重油改成是天然气发电的发电厂 对于这样子的能源转型 我们表示高度的支持 但是我们对于在整个电厂改建的工法上 准备要填海造路18.6公顷的方案 我们表示高度的疑虑以及忧虑 在自然生态的冲击下的前提 这个问题刚刚前面已经有 鸟会的政委理事长 还有陈慧中议员都说明过了 我特别特别想要再说明的一件事情是 填海造路作为天然气的接收站 是不是唯一的方法 我们现在看到台电作为一个开发单位 它并没有真正负起责任来 认真的评估替代方案的可能性 我们其实提过非常多替代方案的可能 包括海底管线 包括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站 包括旧的除油槽 能不能直接转换为是天然气的除气槽 这些方案其实都会对环境带来相对比较低的冲击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台电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营事业 对于这几个替代方案做出客观而且明确的评估 向海致敬不替海送中 向海致敬不替海送中 拒绝邪恶电厂填海造路 拒绝邪恶电厂填海造路 环平委员成立专家小组 环平委员成立专家小组 专业评估专业升级 专业评估专业升级 好 这就是他们诉求 就是因为能源转型 就是应该要环绕的是环境永续 我们要请省知 就针对这个万木山填海造路的议题来进行说明 好的 谢谢小军 我必须要先说 基隆人对于协和火力发电厂的 情感一直都会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我相信在全台湾各个有电厂的地方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它一方面提供了基隆人就业 但是二方面也带来污染 所以这种心情是非常非常难以处理的 特别是你从渔业的角度来看 三根烟囱矗立在那边 从民国66年开始一路到现在 有这么长的时间 它一直都是海上渔民的指标 作为一个三根烟囱的大的标题物 但我们这个电厂从民国66年开始 一直在燃烧重油 现在我们也都知道燃烧重油所排放出来的 流氧化物 碳氧化物 然后以及悬浮威力 会对基隆市的空气品质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再加上能源转型的政策 所以很清楚基隆人应该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反对 要把它从燃重油改成燃烧天然气来进行发电 但现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是说填海造陆作为天然气的接收站 这件事情作为一个附属设施 它出了一点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填海造陆的设施总面积高达18.6公顷 那18.6公顷到底有多大呢 它其实就差不多相当于是443个篮球场这么大 所以在这么大的面积之下 你就会想象到是说填入海中 它会对两件事情带来很直接的影响 第一个是外木山那一带的海岸线的景观 你未来就算站在白米翁炮台上看海景 你其实就会看到18.6公顷的土地面积 就直接插在海中 然后第二种海洋景观受到影响的是什么呢 整个天海造陆完了之后 它逐出来的提高高达14公尺 14公尺其实差不多就是五层楼的高度 所以在海洋景观上会带来冲击之外 对于海洋生态也会带来冲击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说 18.6公顷的面积一旦坐下去 那只是在水面上18.6公顷 但是它是用品质型来进行抛石跟填土 所以下面的土方会更多 目前现在估计起来 大概会是350万立方米的土方 就会整个填入到海水中 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 那一片海域的珊瑚 大概有7万多株 所以我们请导播帮忙看第一张投影片好不好 第一张投影片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是说 能源转型是有绝对的必要 我们现在都觉得是说台湾如果再不转型 根本上已经来不及了 台积电其实都已经加入国际上R1-100的行列当中 目标就是希望让整个国际的供应链 是能够都使用干净能源的 如果未来台湾没有办法能源转型成功 将会导致我们所出口的产品 根本没有办法卖到国际上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 所以能源转型我们一定要关注 但问题就是说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 它必须要符合转型正义 我们在讲的转型正义指的是说 你不能够再使用环境保护为名 然后先做环境破坏 我们现在看到 麻烦再播第二张图片 第二张投影片是要让大家看到的是说 现在这种能源转型所带来的绿色冲突 我讲的这个绿色其实是指环境的意思 从环境主义的角度来看 你如果为了环境 还没真正对海洋环境做出贡献 或我们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贡献的时候 你已经就先破坏环境 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重新再来检讨 所以我称之为环境转型也必须要有转型正义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不只是协和火力发电厂如此 现在整个政府在推动的太阳光电 或者是说离岸风电 我们大概都会有这种担心 离岸风电特别跟基隆也会有关的 就是北方三岛 那是一个全亚洲最棒资源最丰富的渔场 那边能不能拿来当成是离岸风电的风场呢 这就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回过头来看 现在在讲特别是中南部在讲的 鱼电共生 农电共生 它其实也是相同的逻辑 是在全台湾各地带来了各式各样不同的绿色冲突 所以如果能源要转型怎么做得更细致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那张投影片 麻烦导播再放出来 现在在外木山这片的海域 研究做得还不够多 台电我们认为也做得不够多 但现在就是很明确的 就是会在海中拍到 比方说巨大的海扇 海边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各种软珊瑚 而这些东西 它其实所创造出来的环境 会带来一种天然的巨鱼效应 这种巨鱼效应 其实就变成是重要的海洋资源 特别是渔业资源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基隆的乡亲或朋友 会愿意来看到这件事情的严肃性 来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填海造陆这件事情 我们觉得它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投影片 现在这个填海造陆的工程 它必须要花7年的时间才会完成 但是做到完工的时候 是预计时间是什么 是2032年 2032年完工之后 它只能用18年哦 各位为什么只能用18年 因为到了2050 已经是国际大家共同约定好的期限 是2050年必须要全球都进零碳排 那这样子才能够有办法 让整个温室效应是能够稍微再趋缓一点点 但关键就来了 如果用到2050年 全台湾必须要进零碳排 那天然气的发电厂一样也不能使用 因为天然气的发电厂一样也是使用温室气体 而且甚至高排碳 那我们现在就会看到是说 如果只是为了用18年 而毁掉了那边7万株的珊瑚 甚至填海18.6公顷下去 这件事情是200年都没有办法回头的路 真的应该这样子做吗 其次我必须要说 你如果再看这个比例原则 你就会看到它非常荒谬 这个填海造路做出来 变成是天然气接收站 主持人和两位异作可能都不知道 未来做完了之后 每一个月会有多少 天然气的 液态天然气的天然气船 来送天然气过来 一个月只有两艘 为了这一个月只有两艘的天然气 LNG船 要18.6公顷 而且200年没办法回头 这个不太对 你再回过头来看 它影响到旁边的基隆港 我们基隆港现在每一个月 进港的艘次 三千艘 如果现在这个18.6公顷的天海造路 做出来之后 它对基隆港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我们没有看到基隆港务公司 针对这件事情发表任何积极的意见 但是我们反而却看到 轮船工会 船务代理工会 船舶货物装卸工会 这三个商业同业工会 他们都联名表示反对 担心这个天海造路案 它会对基隆港的营运带来影响 而基隆港又是一个 这么天然的两港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评估清楚 它是永远没有办法回头的 此外 在天海造路的基地旁边 还有一个小小的渔港 是外木山渔港 外木山渔港的渔民 对于天海造路之后 所带来的冲击跟影响 也是忧心忡忡 也基于是这种种种种的原因 我们非常凯切的 不断对台电提出各种呼吁 有AT代方案 BT代方案 CT代方案 这些事情台电都不愿意认真考虑 我们回过头来 希望让更多的基隆乡亲了解 特别是住在中山区的基隆乡亲 如果你有现在有在电视上看 请你听我说 350万立方米的土方 全部填进海中 而且是整整七年的宫崎 到时候会有多少砂石车进出中山区 特别是复兴路文化路中华路和中山寺路 乃至到光华路 整整七年的宫崎 面对这件事情 我们也没有看到台电 有积极的回应跟处理 他们只是说整个道路使用水准 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但我们现在担心的是 天海造路都还没完成 这七年之内 我们会受到多少环境冲击 所以我必须具体来说 有几个替代方案 我快速的讲完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 愿意跟我们一道关注这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 麻烦导播放下一张投影片 如果不要填海造路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方案我必须要说 这个都是国际上已经在发生的事情 就是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站 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站 我们简称FSRU 简单来说 系的技术面我都不谈 它的供期只要一半 造价也只要一半 跟填海造路比起来 填海造路的方案 总共需要花多少钱呢 台电目前编列的预算 而且行政院也已经核定了 总共要1200亿 但是现在如果使用浮动式的接收站 供期不但可以缩减一半 连造价都可以缩减一半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台电不愿意 比较仔细的来评估 我们都知道护国神山是台积电 台电在地方上的说明会 跟我们很骄傲的说 如果台积电是护国神山 那么台电就是护国山神 可我必须要说从刚刚在讲的 FSRU做天然气浮动接收站 它的供期甚至只要一半 造价也只要一半 如果我们真的要台湾要加速能源转型 照理来讲应该就是要用供期缩短的 这一半的FSRU不是吗 所以台电到底是护国还是务国 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是值得讨论 第二个替代方案麻烦再看下一张图 目前现在这个邪恶火力发电厂的总面积 是高达63公顷 63公顷里面图上的五个红色圈圈 就是目前现有的重油除油潮 目前现在工法上是决定要先做 先拆后建的工序 而且分歧时施工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没有可能重新来检讨厂区内的空间的使用 而不是非要填海造陆 破坏海洋生态18.6公顷 根本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 再看下一张 我们目前还有另外一种第三个替代方案 也都提供给台电 就距离我们基隆不远的深澳湾 深澳湾其实我们如果看这张图 深澳湾其实已经有 深澳港已经有县城的码头 包含也有县城的除油潮除气潮 但是为什么台电不愿意使用 我们后来了解 这个是回到国营事业的本位主义 台电不愿意跟中油界 台电想要自己在能源上进行主导 可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不是这样 人民的角度来看你们都是主管能源的国营事业 台电跟中油不应该如此 不应该如此 这个有这么重的本位主义 所以我必须要说 如果台电愿意跟中油租用深澳湾的码头 然后以及他们的除气潮或除油潮 在这种情况下它会更便宜 最后一个我要说 麻烦再看下一张 深澳湾如果可以变成是天然气的接收站 如果不用任何的海底管线 一样可以输送到协和火力发电厂 用什么方式呢 就是用LNG的潮车 LNG的潮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路上比较巨大巨型的 可以载液化天然气的LNG车 这样子的LNG车 其实我们后来看到各种研究资料 在日本都已经行之多年 举例来说东京瓦斯公司已经有50年的运送经验 他们用这个来取代海底管线 然后而且这过去50年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LNG 也就是液态天然气泄漏或安全事故 这件事情其实都值得我们学习 换言之台电它应该要针对填海造陆这个案子 来重新评估替代性的可能 所以我最后在这个地方上必须要说 它的荒谬性在哪边 你绝对不会觉得 为了要吃鸡蛋而养鸡 这件事情是合理的 你也不会觉得为了要喝牛奶 而养牛这件事情是合理的 如果填海造陆有这么多的缺点 其实还有更多的替代方案 是可以被讨论 所以我们呼吁 也期待更多基隆市的朋友们 不只是只从能源转型的角度来关注这个案子 也应该要从海洋生态的角度来关心这件事情 麻烦再看最后一张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也想要呼吁大家 你如果手边有手机 麻烦你拿出来扫描一下 这个是目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填海造陆的联署 目前现在基隆市的朋友参加联署的应该有到两三千人左右 然后关注的人会越来越多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麻烦就顺手拿起手机 然后来拍摄一下扫描QR Code 然后一起加入我们的联署 所以我最后再说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为什么台电或行政院 不愿意评估深澳湾 作为天然气接受战的可能性 而为什么非要选在协和不可 原因有很大的理由 是来自于政治上的便利性 因为林佑昌市长在执政党的体系跟脉络之下 他的任期已经准备即将结束 所以如果协和火力发电厂 在他任期结束之前放在基隆市 其实是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方便性 但你可以想象如果放到新北市 那新北市市长可能会有意见 所以我们希望也在这个机会呼吁林佑昌市长 能够正视这个案子对基隆市的海洋环境 以及对于基隆市的能源转型所带来的影响 能够表达出更积极的意见 谢谢 谢谢行之 这么详细的分析 让我们看到这个外木山亭海照顾 真的非常多的 现在有一千多个越来越多会来关心这一件事情 那说到这一个生态要带大家来看看的就是我们这种市区的续川河 如何让续川河恢复原本的面貌 一直是历任市长很想做 面对但是却无法解决的事情 如果假设这个续川河如果恢复之后 我们的Kamadin就可以转型 当然到整个市区的面貌会不一样了 我们要请教书记长的想法 其实Kamadin它已经是有100多年的历史 原因就是因为目前续川河上面有三栋大楼 那三栋大楼是民国68年建好的 那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 这三栋大楼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 而且里面的下面的沼气都非常非常的严重 而且现在连结这个Kamadin的这些桥 这个仁爱桥还有中二中三桥 现在都要改建了 其实将来在改建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里面的沼气实在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说这个Kamadin这三栋大楼 如果市长能够有所为 现在就应该要开始要往远方看 你应该要找出一个地方 让这些山栋大楼的一些住民 因为目前他们山栋大楼的这些住民 他们都是有建物的所有权 没有地的所有权 所以这样很麻烦 那将来这块土地怎么办 因为这个旭川河建在上面的土地是基隆港 是基隆港的也不是市政府的 那如果是要把这三栋大楼重新改建的话 那怎么来跟这些住户来 来厘清这个问题 当初我买的时候 你的条件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伤脑筋了 我们基隆市有很多地方 就是东河大楼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东河大楼是比Kamadin还严重 因为它比它还早 比它还早 而且我们现在Kamadin的目前的一些状况 就是很多人在问Kamadin要不要转型 其实Kamadin将来还是要转型 以现在目前很多的资讯这么发达 很多人都是利用网路在购物的情况之下 其实Kamadin已经慢慢的在做转型 所以续窗盒如果能够整顿的话 我想Kamadin很自然的 它是很自然的就转型 这些老板很聪明的 尤其在Kamadin这些经营的这些店家 本身是那边的住户的是很少 都是以租刃的为多 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政府如果要将基隆市来做改变的话 应该是要首先要来想三栋大楼何去何从 如果它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能够让这三栋大楼的住民大家都能接受 都能接受说你要我迁移这个条件是什么 你首先要让这些住民能够很心甘情愿的来迁离这些地方 我想Kamadin它自然转型 所以在以前那时候 为什么叫Kamadin是因为续窗盒的关系 续窗盒在靠近孝一路这边 它是有阶梯的 而且船是直接可以到店面的 所以很多渔民他们把船开到这个效益路这边来卸货 就直接从续窗盒上就直接往这个效益路上面卸货 所以今天已经一百多年的一个历史 我想要Kamadin来转型 真的是他们现在已经有的是第二代 有的是已经是到第三代了 像我们那时候我就已经是在第四代了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是很期待说Kamadin来转型 Kamadin转型那个续窗盒恢复原貌的话 那是一条非常漂亮的一个盒 是 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续窗盒 如果转型成功如果真的是显露出来的话 那基隆市区就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那当然我们最近比较常碰到市区有些问题 就是道路的问题 很多民众说怎么搞的 这个路到底在挖什么 为什么挖一挖 现在这条路不能走又要绕到别条路 其实我觉得很纳闷 现在这些工程单位很奇怪 他们喜欢就是把三角锥一放 就不让你通过了 那最近笑一路爱一路 通通都在挖路 那今天早上那个笑一路那边 他也把那个三角锥一放 那整条从市场要过来几乎是不能过了 所以我是希望说市政府 你们也真的也要用心一下 如果说工程要发包的时候 你希望在这个工程单位 他事先要把他的替代方案要做好 因为基隆市本身道路就满窄的 你在挖一半的路 就几乎是一半是很难通行 尤其是在非常重要的道路方面 你这样子把三角锥一放 大家都不能走 塞车塞得非常严重 而且今天又是礼拜四 还好啦 如果是礼拜五礼拜六 那就完 老百姓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埋怨 是 的确就刚刚说的是交通 道路完毕就在交通 那交通然后带动我们的产业升级 那当然整个基隆市就会不一样 而说到要让基隆市不一样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刚才说到的交通 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 我们副议长在议会上的咨询 对于这些通行族来讲 我们基隆最优秀的人才 我们基隆最精华的人力 他们需要是什么 他们只需要说早上多睡20分钟 晚上早20分钟回家 然后让他们多陪大妈一下 多陪小朋友一下 而且可以准时上班 早点下班 就是这样子而已 他们通勤族的需求这么卑微 那我们还要剥夺他们的想法吗 而能参与的人 都是中央部会的首长 中央部会的民意代表 当我们基隆唯一的中央部会的民意代表 没有发声音的时候 那我身为一个基隆市一位副议长 我身为一个基隆市市议员 我身为一个基隆市民 我都想要参与 因为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我如果有儿子女儿 我希望说我今天做的事可以影响他们的未来 我希望说我的未来的儿子女儿 未来也是基隆人 不用跟我以前一样要跑跑捷的地方去工作 那我现在如果不做这个动作的话 我未来怎么跟他们交代 台铁的评估报告 刚刚你助长一讲台铁的评估报告什么时候完成 明年会不会好呢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也要看他的方案多寡 方案多寡的时候还会牵涉到他整个工程的难易度 原则上我们会希望他明年一定会出来 我们基隆不是没有发展 我们基隆不是没有人才 我们基隆不是没有机会没有资源 我们基隆的市区没有地 如果今天这个轨套全部不见的时候 我们基隆市就可以改头换面 没有错可能花的经费是多了点 但是所造造出来的产值 跟能够帮助基隆百年 甚至未来人家看基隆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城市缝合 这个土地再生 这个空白是我们基隆人 不管老幼 不管在外地上班 都希望看到的一天 所以我在这边利用我总咨询的时间 我把它正式的拿出来讲 我们希望看到这个巴鲁到基隆端 我们可以看到捷运地下化 我身为一个公职人员 我很清楚知道一句话叫做 人走茶凉 或许我们可以讲 人走正席 您只剩下两队任期 身为基隆市市长 我们当然希望您未来可以到更好 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您只剩下两年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基隆近20年来 最接近拿到捷运的一次 这点我很认同 那你们把它正式法定 把它口下来 变成说这个我们真的拿到手 而不是说现在 因为你在我们拿到手 你要离开 对不起下一个市长 不管是谁 你们都不认账 这点是我很担心的 好谢谢 林副义长你多虑了 我想中华民国历史上 还没有一个交通部长 跟台北市长 新北市长 基隆市长 站在一起 然后宣布一个政策的事情 我的态度是 其实我在大会也讲过很多次 因为它会涉及我们基隆 未来的 比如说特别是 从巴都到基隆这一段 未来基隆的城市发展 这影响很大 这可能影响到未来二三十年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选 而且一定要好好讨论 你刚刚提到说要地下化 那地下化三个字 可是实际上要执行的时候 它会涉及到 比如说今天如果地下化 是原路廊的地下化 跟不是原路廊的地下化 就会有不一样的施工的一个方式 它在技术上有许多 必须要去考量的这些层面 我想也在这边跟副一长报告 那另外就是 今天在施工的期间 我们的通勤族要怎么样 还能够每天 这个不要影响太大 准时去上班 这些都是必须要配套去思考的 另外是 你有提到 因为这还不只是牵扯到我们基隆市 因为基隆的捷运 现在最终是要接到南港车站 南港车站 现在是规划两座的地下车站 两座的地下车站 它的施工 因为在地下 所以它施工的时间 其实也会比较长 另外还有一个是 在新北的捷运的机场 捷运的机场的一个新建 如果没有捷运的机场 如果没有南港的地下车站盖好 其实我们基隆捷运 还是没办法通 所以我们可能不要单单 只是从我们基隆端 在想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可能为什么新北跟台北 跟我们合作 可能我们要连新北台北的部分 一起来整体来想 来思考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109年底 就是去年底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副作了 副作 我想到的人走查量是林佑昌可能高升 我没想到是林佳隆辞职 这件事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变成说 刚刚才在开玩笑说 现在没有疫苗 可是我们不能没有捷运 所以 我这样从我的个人观点来讲 有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 身为金融人 我们会很深刻的认知 不管有没有捷运 我们每天都有10万人 到双北工作 不管是开车也好 还是坐巴士也好 还是甚至有些很辛苦的骑摩托车 经过气土去新北市上班也好 这10万人是我们基隆最精华的工作人力 而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 如果说捷运真的要来基隆 我还是维持我的想法 到巴督到基隆端这边 不是轨道地下化 就是轨道高架化 不管怎么样 都要把这个原路廊 也就是台铁的这个原路廊的铁轨 全部拿掉 拿掉之后 我们才可以把基隆市中心 也就从巴督到基隆 我们经过这个 像是铁路街 像是白予天阁对面 这个铁轨全部拿掉 当你铁轨全部拿掉的时候 我们做都市规划 我们才有一些新兴的想象的空白 我以前在写博士论文 写港孔博士论文的时候 我在新加坡住了一个月 新加坡有一点他们做得很好 叫做腾龙换鸟 也就是他们把一些旧的区域 把它全部清空 然后让人先过去那边住之后 然后把新的区域 把它把它规划出来 然后让人再移回来 然后再把旧的区域 重新规划再做出来 他像这样的作为的话 刚刚张前议长有提到 有关智善明德清明三栋大楼 如果真的要改 腾龙换鸟是最好的做法 但是很可惜的 在基隆市区我们没有地 如果有地 在基隆市区 我们就对整个基隆市的市容 跟整个基隆市的市政规划 有更多想象的空间 所以说这个捷运到基隆 与其说他捷运到基隆 只是单单纯纯的一个交通建设 倒不如说这是我们基隆 近20年或者近50年来 最能够帮基隆在产业面 在整个市容面 甚至整个都市计划上面 最能够改脱换面的一个建设 如果说我们能够实质上 让捷运地下化 或捷运高价化 然后把这个原路廊上面 铁轨全部拿掉 当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捷运到基隆这个计划 跟北五赌科技园区 跟其他的案子是有绝对关联的 但在八赌之外的捷运建设 我们可以用 请知我记得在议会里面 常提过叫做TOD 也就是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以交通为原油 以交通为主的发展方式 来去计划所有在基隆市相对外围 七堵八堵暖暖这边方面的车站上面 可以去做另一方面空间的发展 让他们的产业 跟他们的生活机能能够配合 可是在进基隆市的时候 我们需要是空地 空地出来之后 我们的产业才能再度复兴 我讲过很多次 我们基隆不是没有人才 我们基隆不是没有资源 我们基隆不是没有机会 我们基隆不是没有钱 我们基隆是没有地 基隆只有6%的平地 2%还在港务公司手上 那我们怎么样去把我们市容变得更漂亮 怎么样把我们城市变得更好 这是要很直接的 我们如果有地 我们就可以实质上的 在产业上做些改变 不管是要变观光城市 海洋城市 还是更进一步的 有些小而美的新的发展 一些创新城市 我们都要先有地 我们才去做这样的规划 而当我们产业能够重新发展 当我们产业能够重新转型 当我们可以让更多基隆人 因为我们产业转型 而留在基隆人工作的时候 我们通勤族的生活才会改变 我们最优质的人力 我们最优质的人力资源 我们最辛苦的基隆人 残留在基隆工作 通勤族我上任之后 想尽办法就是 不管是说前一阵子 因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人要上班 可是因为疫情 所以说除了work from home的人 在家工作人之外 要上班的人 客运公司因为入不敷出 所以他们直接砍了七成的班次 那将到二级 我马上跟客运公司联络说 麻烦你们尽量赶快恢复班次 因为去台北上班的人就是这么多 你不管有没有捷运就是这么多 那这些人如果能让他早点回家 然后早点回家 早点上班 而且上班的时候轻轻松松的 那基本上他自己控制时间多一点 他对我们自己基隆的归属感就多一点 但是最大的归属感还是 你留在这个城市工作 你留在这个城市生活 而我们怎么样去做到这一点 在未来我想这个捷运到基隆 是我看到目前 不管是身为一个政治人物 还是身为一个基隆人 我看到最大的契机 更不要论说 我们今年现在录影的时候 是2021年 那现在新冠肺炎还很猖獗 所以我们每个人戴着口罩 可是这个戴着口罩 这也代表说未来我们 在产业上面 我们必须要跟病毒共存 当我们要跟病毒共存的时候 搞不好有更多机会 我们是要在家工作的 那一个基隆人 在基隆人家工作 我们能做到些什么 这个产业的领头 是市政府 是中央政府 甚至是这些相对来讲 经济优势的人 这些产业的领导者 如果有这块 有这些地 把这些从这个 白羽天阁对面 一路到基隆市区 一路到基隆火车站 这些的铁柜全部拿掉 我相信 我真的相信 基隆的产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如果能让一千人留在基隆上班 就有一千个家庭过得更幸福一点 如果能让三千个人留在基隆上班 就让基隆有三千个 优质的人力来帮基隆市发展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 帮我们城市 能够做事的最好方法 我也认为说这是下一步 基隆应该做的事情 是 这就是要留住人才在基隆 所以要全力争取捷运 然后当然现在还没有捷运 捷运要地销化 不然捷运直接上来 跟铁柜一样 那个没有用 就是多几条站 可是还是把市融切割得万七八糟 铁柜存在刚刚好 把基隆市区画的一条线 切成一半 因为铁柜刚好把石球岭这边的精华地带 跟我们市区中间画成一条线 你过不去 你就一定要用高价销过去 这样其实对基隆市的发展很伤 每个人都讲说 以前铁柜多少岁多少岁 当然啦 你有火车挡在那边 基隆这个市融不容易没 而且你要整块地的大幅度发展 你就是需要空地出来 刚好铁柜 现在如果你站在31号桥上面 左右看一看 你会发觉 哇 基隆还有好大的地在市中心 都是铁柜 我觉得这点应该改变 这点如果不改变的话 基隆真的是 人家说30年不变 因为铁柜就在那边30年 假设铁柜一拿走 我相信基隆人对于基隆的想象 就会冒出来很多 就是可以争取到更大的空地 张前一种意思 其实在民国97年的时候 我在当议长 就到行政院去 要求吴敦义院长 把基隆到八堵的这一段铁柜 是不是能够地下化或者高架 那如果再不行的话 那就忍痛把这一段盲腸割掉 就直接从我们的捷印也好 清轨也就只到八堵 那这一段的那个道路都是 全部都是铁路局 都是交通部的 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个空地 可以来再利用 当时的建议我就想说 那那么大的空地 而且它又是在仁爱区 所以你要把那个旭窗河上面 三栋大楼要签建的时候 那很容易啊 那你再来做一个市地重化 那是不是市政府又能够得到土地 又能够让这些三栋大楼的 这些住户 能够有一个妥善的一个去处 所以当时我的建议 结果因为我们市政府那时候 也没有再提出更好的一个方案 所以也就作罢了 反正现在大家目的都是希望 基隆市区能够腾出很大的空地来 那当然对于交通 未来的整个发展 也会有不一样的新面貌 行之是不是也这样看 好 刚刚张前议长和副议长 大概都比较谈到的 基隆捷运比较是从八堵到基隆这一段 那但我们觉得可以有更多的力气 也要开始去注意从南港到八堵这一段 为什么 我长期一直在说 要把基隆捷运当成是一种坐月子的机会 你可以看到现在 我相信我们不管是两位一座 或者是我们现在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一定去过五堵站 你也去过六堵站 不是六堵站 应该是说是百福站 然后你也去过七堵站 你也去过八堵站 你如果比较一下这几个站 你就会很清楚看到 所谓的前站跟后站 有没有差异 而我们刚刚前面在说的是 都市逢合 在讲的就是前后站的差异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用坐月子来想 你如果看七堵站 乃至到八堵站 前后站的差异 你就可以知道是说 我们如何透过基隆捷运的建设 让过去这么这么多年来 前后站差异导致发展的错误 这件事情可以得到有机会修补 那我长期也在议会一直说 当然有一些市府同仁或者是市长 可能听了都会不太高兴 就是说我说基隆市其实只有两个区 不是七个区 两个区叫做一个是蛋黄区 一个叫蛋白区 我在我的眼里 暖暖区七堵区都是蛋白区 你如果回过头来看 我们透过基隆捷运 把七堵站的前后站调理好 把八堵站的前后站调理好 很多在地方上发展的问题 他就会有机会可以得到解决 第二 刚刚副议长提到是说TOD TOD其实不是我创的名词 也不是林佑昌市长创的名词 但是是他这个在交通运输界里面 已经谈了20年 台湾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非常成功的案例 但是林佑昌市长已经公开宣布 基隆捷运就要采用TOD的模式 TOD模式指的是什么 以交通运输为导向的城市发展 所以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用交通运输来带动城市发展 好 问题就来了 你如果熟悉八堵站 你就会发现是 你今天要坐车到台北去 你到八堵站有地方可以停车吗 有吗 你到七堵站 七堵站有地方让你好好停车吗 你光是看七堵后站那边停车的方式 如果一个捷运站没有先解决 我们刚刚在讲的 公共运输是否方便到达 然后是否有充足和足够的停车位 然后甚至未来多元运距 比方说像脚踏车也方便停靠 甚至500公尺范围内的行人安全徒步的动线 都被规划出来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先做 那基隆捷运就算来八堵站还是八堵站 七堵站也还是七堵站 它不会有新的变化 所以我们一直不断在呼吁市政府是说 八堵这一端到近市区这一段的难题 有很多是政治上的难题 也有很多是建设上的难题 它一定要优先解决 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 从五堵到六堵到七堵到八堵 过去这么多年来没有机会好好发展的 我们是说从机会流失的角度来说 应该趁这次补回来 你最后再看七堵 七堵的吊车场 七堵的吊车场从设立到目前为止 你就可以看到东兴街跟这个光明路两侧 其实是差别非常非常大的 那东兴街那一带 有没有可能趁着这个机会 也可以开始有一些改变跟调理 这件事情其实当然都需要 透过基隆捷运来推进 所以我特别特别会赞成 一件事情是如果现在我们基隆市政府 都发出也同样也认为 未来几个捷运站周边的公共机能 必须要现在就开始调整 那你如果不先做盘点 等到那个可行性方案一做的时候 周边的土地地价全部都炒作起来 你要再做任何改变 基本上就已经没有机会了 我们看到有在台北市或新北市 都有捷运站失败的例子 就是捷运站有了 但是周边的生活机能没有改变 这种状况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基隆捷运一定要有机会 可以在基隆做城之外 它必须要前面做的工作还很多 否则如果没先做 真的就会人走茶凉 后面其实都还不一定是好事 搞不好会变成另外一种灾难 哇真的耶 就可以看到大家都强烈就是都市缝合 而且在之前要做好所有的完善工作 让所有的土地可以均衡发展 这样人民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幸福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 其实人民幸福的事 其实就是现在息息相关 要带大家来看 我们的安乐区局境社区前的后车停 天气好时等待国道客运 或是事工车会比较轻松一点 如果天气不好 刮风下雨又一堆人要挤上车 赶着上班上学的感觉 就非常不好 因此基隆市政府交通处已经决定 将把安乐区局境社区前面的后车停 拉长5倍大约27公尺左右 方便通勤组等车时 可以有遮风避雨的地方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特地邀请交通处和公车处 以及当地里长等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刊 要求在5月底前完成 并且保留可以调整后车停的弹性空间 那新的后车停它的长度 长达27公尺 宽度宽达2.6公尺 所以能够足够让两到三排的好朋友 能够在这边等候 而且不用被雨淋 不过我们还是要强烈要求 就是说他们还是保留一定程度的弹性 刚刚佩祥在会刊的时候 特地针对背板侧板 还有位置的地方 希望交通处可以在这边 做出一些保留弹性的设计 以备说我们未来 假设国道公车要继续征班 我们的乘客会继续增加 然后让我们的整个动线能够更加顺利 这是为什么佩祥今天要办这会刊的原因 那估计能够完工的时间应该是在今年中旬 希望在今年5月底之前 我们会看到一个崭新的后车停 让我们所有通勤族好朋友能够使用 根据当地里长的估计 每天早上上班上学两个小时内 就有大约900人 要在这个后车停等上国道客运 或是施工车赶着上班上学 因此扩大加强后车停很重要 副议长林佩祥也提醒交通处 应该在后车停内 划出可以提供三位大人平行排队的动线 方便等车的通勤族顺利排队上车 刚听到的是预计今年5月可以完成 那现在目前情况怎么样 我们赶快把时间给佩祥 5月刚好的时候 这个会刊办的时间 我觉得是今年4月 然后5月准备要上梁之前 然后就复完三级警戒 一三级警戒之后没有疫苗 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 我觉得市政府给我感觉是这个样子 然后不过为什么刚刚提到这一个后车停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说在那后车停 我们基本上我们议会也就会看过好几次 那后车停为什么那么重要的主要原因是 那边是6000个家庭 因为那边我记得估计不是只有神畅城跟菊郡 两栋大型社区的人在那边后车 包括旁边的四围里 鹰哥里大部分的居民 就是长庚后面的这些居民 他们也是在那边等车 而我记得数字没有错 那边有将近 国道公车有将近7条到8条 所以那边后车的状况是非常非常拥挤的 那我们也都知道基隆常下雨 不是下雨就是太阳很大 所以我们在那边争取一个加长的后车停 我们争取了很久 当初本来有其他 有其他异作也有其他的想法 说在那边做个小线转运站 但是后来因为整个交通动线的改变 所以最后面OK 我们协调 大家觉得说做一个加长型后车停是好事 但是我那时候为什么特地讲到说 要保留弹性 因为刚刚醒智有讲到一个东西叫蛋白区 安乐区也算蛋白区 只是安乐区的蛋白区好像越来越大 因为人越来越多 安乐区的居民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个动线就越来越挤 然后我们就现在 当我们在设计一个公共建设的时候 我们不能只是满足现在的需求 而是针对未来的可行性 未来的成长我们也要把它纳进去 所以那时候本来里面是说要放一些坐 一些椅子在那边大家比较好坐 我跟交通处还有公车处讲说 不要放椅子 你宁愿让多一点人在里面等车 要三个大人在里面等车的位置 那时候这样我们其他这些 所有等车的好朋友 比较不用绕到后面去等 我常在其他地方看一下等车的时候 是让到后面去等到撑的伞 那我就会觉得这很可怜 各位想一想 你要等尤其安乐区的朋友 更有这种感觉 你哪已经在后车体里面 已经挤不进去之后 你还要拿伞在后面慢慢的等 然后外面如果冬天下雨的时候 那个不只是说你们自己感觉可怜 我们自己旁边看到的人 也会觉得很悲哀 所以那时候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能坐大一点 坐的宽度宽一点 那让多一点人挤进去里面 这样会当然是会更好 不过到目前为止 今天8月12号 本来今天预计今天要上凉 但是刚刚跟张前议长讲的一样 全基隆都在修水管 不知道在修什么 变成说今天本来8月12号要上凉 那我们本来预计说 今年这个8月底 就应该可以看到这个新的后车停 那如果后车停好了之后 我还会再去追踪 不管它什么时候好 既然是我去协调的 我在这边一直不停的呼吁说 要去做好这些东西 那不管它什么时候好 我都会去争取之外 我也会去协调 希望说设计上面能够更辨明 不只是辨我们通勤组好朋友 也包括旁边商家的需求 我们都会一纳考虑进去 然后希望说这个的存在 是对于整个安乐社区是有帮助的 对可以看到这就是跟民众息息相关 然后是让人绝对会幸福的事情 那像最后三分钟嘛 我们先请郑先生议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段伦民幸福的事情其实很多 有没有特别想要跟市府呼吁要注意什么 其实市府要最重要要注意就是 我们市民的平安健康是最重要 我们希望说最近这个疫情的关系 也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够加紧脚步 疫苗多要一些让我们基隆市市民 大家都能够打到疫苗 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才能够照顾所有的这个家庭 是 所以就是健康平安 那请知呢 基本上防疫工作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说整个全基隆市政府 从上到下的公务人员都非常非常辛苦 也因为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会特别看到是 大家对于这个城市的向心力 当然会越来越高 那当然也就会特别特别期待 市政府能够在有余裕的情况之下 可以回过头来特别特别照顾 在防疫期间这段时间非常辛苦的工作者 比方说公车司机 比方说消防队员 然后甚至比方说警察同仁 是 真的就是要回过头来 好好的照顾我们最辛苦的一线人员 最后要请佩翔 我想请市政府真正的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打的疫苗 针对现在所有的新冠病毒 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当然知道市政府 他们不能代表中央讲话 但是我想不只是基隆市民 而是全台湾的民众都很关心说 我们现在打的AZ对Delta有没有用 那为什么会有用 我们现在遇到我们现在听到的莫德纳 或者甚至可能会进来的BNT 这个两个RNA疫苗 它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用 甚至我们现在正在准说 大家都很有疑问的这个高端 这个次蛋白技术 到底有没有什么用 因为我们现在针对防疫来讲 大家都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信仰 或一个知识的存在 我觉得针对这种天灾人祸 这种重大灾难的时候 政府应该要做一个领导的角色 当然这所有事全部推给CDC 但是我觉得政府只要是执政的单位 都有责任站出来跟民众讲说 你现在打的对于什么有用 对于什么没有用 为什么是这样 而这方面的资讯 我觉得不够公开透明 这方面资讯公开透明 我们才可以去帮忙 跟帮忙市政府说 这的确我们防疫措施这样是对的 不然我们就只要代表着民意 跟大家讲说 你现在在搞什么 我们不是想去讲一些 说宣说现在防疫工作不好的东西 而是我们会直接反映到民众的心声 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市政府很辛苦 我们都知道防疫人员很辛苦 但是民众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职责就是反映给大家知道 所以与其让我们一天到晚去瞎问 能不能请政府直接跟我们讲说 你现在跟我们打4个疫苗 到底有什么用 Delta进来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怎么防 那我们除了戴口罩 勤洗手之外 我们该做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 现在所有民众最关心的事情 是 这是要清楚的指引 让民众都能够了解 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让大家心里有敌 那当然就会越来越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艺座 带我们语重心长的 关心了我们的环境生态 那当然也对我们的交通 做了非常大的建议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相信我们基本会越来越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观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 谢谢 吹大煮吧 好啊 我给你 走 小心 小心 你年轻 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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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妈 哥 你赶快 走 走 走 在1966的协助 从妇能照顾服务的协助 以及我的高血压 高血糖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现在 我就跟我的孩子去庆祝了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 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 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